主料,红枣11个,桂圆6个,玉米片80克,切棍山药2根,辅量,淀粉,白糖2小勺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食材准备,切棍山药2根,大枣11只,桂圆6只,玉米片小半碗,山药洗净,削皮切小丁,桂圆包住外壳,玉米片洗净,拖冷水,放入洗净的红枣,大火烧开, 煮两分钟后,放入桂圆,烧开后,放入玉米片和铁棍山药,搅拌一下,继续用中小火烧熟,此时玉米片已基本融化于糖中,再放入白糖,开后,永适淀粉勾结,搅拌成玉米片融化,烹饪技巧,如果不喜欢玉米片融化,可以把力点放,如果选用小枣,时间要稍长一些,再放入其他食料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